大家好,今天的话给大家讲一下亚马逊欧洲站的KYC审核 很多新手小伙伴呢在选择做第一站的时候都会去选择做欧洲站 但是欧洲站的话有一个KYC审核相对于北美站的注册难度会提高不少 很多新手卖家呢由于自己不懂去提交资料而导致KYC审核失败 刚做亚马逊就已经运到了第一个坑 今天下午我整理了欧洲站KYC的详细PPT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话我们主要由四个方面去讲欧洲站的KYC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什么是KYC 第二部分就是什么情况我们会触发KYC审核 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去通过这个KYC审核 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KYC审核如果说万一自己去提交了失败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什么是KYC审核 KYC审核的话是欧洲站特有的一个审核 因为很多新手卖家在理解KYC审核的时候啊 他都以为是欧洲站的二审 其实KYC不等于二审 KYC的话是国际上预防反腐和反洗钱的一个基础制度的一个审查 相当于就是对欧洲平台的卖家身份进行审核 卖家只有在通过欧洲KYC审核之后才能在欧洲平台进行销售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的话就是欧洲站KYC审核的一封邮件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店铺已经触发了KYC审核 这个时候我们登陆亚马逊的前台 它就会显示我们这一个红色的框 就是需要提交更多的信息 就这边 那什么情况会触发KYC审核呢 主要是分为三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店铺刚注册的时候 现在大部分卖家去注册欧洲站的时候都会触发KYC审核 收到亚马逊KYC的邮件 这个阶段的审核是称之为停滞审核 就是我们必须先通过审核 才能进行产品和店铺的运营 第二个情况的话是我们的销售额达到一定数值 就是我们前期在开店的时候 它是没有触发KYC的 但是当我们的销售额达到一定数值的时候 这个时候亚马逊会提前告知你需要准备的材料 在审核过程中呢 你的店铺依然是可受状态的 但是如果亚马逊给到你的期限内 你没有去提交这个资料进行审核 那你的店铺也会进行停售 第三个的话就是更改资料 这个的话只是卖家之间有在流传 接下来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KYC怎么去通过 在亚马逊的卖家中心前台 可以看到这样红色的一个框 或者是我们在首页点击右上角设置用户信息 找到身份信息这两个框 我们可以点击进入 这两个点击进入的话是同一个界面 就是这一块这一块的话是我们信息补充的一个界面 如左图所示就是这一块 红色的框的话我标注了这里 一二三是需要我们分别提交三次资料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个信息补充 第二个的话是主要作为我们的联络人 受益人的一个信息补充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打开企业信息的补充 就是我们上一页有提到的 通过我们这边企业信息进去的一个入口 在这一块呢就是是需要我们去提交相对应的资料 他这边的一个注册证明的意思 直接上传营业制造图片即可 在这个界面也会有卖家是需要提供公司的章程 就是在我们这个注册证明下面会需要提供公司的章程 然后我们接着打开受益人的信息补充 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过 通过这边的一个ID验证 以及我们的地址验证 就是我们到了这个界面 身份证明的话就是我们的身份证正反面 直接上传正反面即可 第二个步骤的话就是上传我们的一个户口页 就是我们法人所在的户口页 直接拍个照直接上传即可 第三个的话则是比较重点的 很多卖家都搞不清这个地址证明是什么东西 像这个地址证明的话 其实没大家想那么麻烦 各种水电没账单啊 弄不到啊等等之类的 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你去银行办理一个综合评证 地址的话则是跟我们这边的居住地址相对应 接下来就是等亚马逊的邮件消息 最快的话是当天可以收到 最慢的话是大概7天左右 很多情况的话就是在我们提交之后 会收到这样的一封邮件 就是亚马逊告诉我们的付款账户 不会通过验证流程 但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是我们的信用卡 或者是存款账户出现了问题 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其实我们只需要重新验证流程 回复此邮件即可 很多卖家的话可能看到没通过 就非常的着急 到处去找人来帮忙 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提交完上一的资料之后呢 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的话就是我们左途所示 亚马逊需要我们提供 某某的实际居住地址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账单地址 跟我们之前填写的地址不对应 会收到这样的一封邮件 如果说收到了这样的邮件 直接邮件回复实际居住地址即可 还有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需要我们补充公证书 这个的话也非常简单 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我离我们最近的公证出电话 然后先电话咨询一下 需要准备哪些资料以及费用等等 因为每个地区都是不同的 然后直接带着资料过去办理即可 办理公证书的话需要一定时间 等它办理完成之后 将公证书的每一页进行拍照 加上办理公证书费用的一个发票 我们将它做成一个PDF文件 直接上传即可 当我们收到这一封邮件的时候 则是代表的我们KYC时候已经通过 今天的话给大家讲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还是有不懂的疑问 可以对我进行留言或者私信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收藏一下 谢谢